經過那個劍陰大橋 大家有看過劍陰大橋這部電影嗎 我是真的有 我們如果講你就知道 我們如果講你就知道我們幾歲了 不敢承認了 也很年輕啊 那是1985年播 我連google都找不到了 所以我不知道 還有嚴鳳嬌是誰啊 這個 嚴鳳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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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戴大眼鏡拍一個國變的校園 真的喔 這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聽過劉上茜啊 之前演那個倚天屠龍記有沒有 台灣拍的 然後說我只有那個對不對 然後他本來是倚天屠龍記那個張無忌 他演爸爸嗎 要繼續演張無忌的時候 結果收視率非常差 我也不想看 後來不知道換成誰 劉德凱齁 後來收視率有第一次 嚴鳳嬌眼過星星之我星 哦 是喔 對 是我們看到那個嗎 有小冰冰那個嗎 對 他演過星星之我星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 嚴鳳嬌是誰 哦 等一下再查 大家再查一查 所以那個 為什麼我會提到這個 就是因為要走那個建英大橋 在1977年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 帶那颱風 洪水暴漲 有沒有 以前的那個 氣象報告什麼 都沒有這麼的風行 或像我們手機有沒有 Google一下 你就知道氣候環境 而且LINE一下 就知道哪邊有 淹水有沒有 會報告 你就會去 趨吉避凶 可是以前的教職員 就是很認分 即使排風天有沒有 他還是要到學校去上課 要不然學生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 有一個叫張英的那個 張健的那個老師跟鄧玉英 還有另外 他們老師就是住在大龍村這邊 要過設西 設那個花蓮溪 到那個三星部落 三星國小去授課 然後他們很天才耶 這叫做說 欸什麼 就是沒有生活歷練過 那個洪水在走 你應該確保自己的安全 但是以前好像人並不值錢 我們都覺得自己 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那些老師就是靠手牽手 就這樣過河 然後那個張健跟鄧玉英老師 就要會車的時候要看一下 對有沒有看到建英大橋 然後右手邊 右上角就有一個建英公園 那那個時候就那個 張健跟那個鄧玉英老師 就被洪水沖走 那時候的行政院長講經過 就發現哇 就是他接任行政院長 或歷代以來有沒有 對從來沒有那麼認分 那麼盡忠職守的教職 因為都就沒有那麼死畏蘇的啦 大家應該懂得危機 那個什麼 隨機一定變有沒有 然後也沒有聽過以前的嘛 氣圓夜市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什麼